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桃河本是器物 但在手艺人的眼中 便成为了一件可以发挥想象施展刀工的载体 挑选出一枚优质的桃河并非易式 体型硕大 壁厚仁小的肥桃河是河雕界的首选 这对于山东匠人来说绝对是近水楼台 接下来王旭德要做一件事 复原河州记中的那只小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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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四百多年前的匠人王书远到底长着一双怎样的巧手 今天的我们已无从知晓 然而当粗力的手握紧刻刀 俯过桃河油润光滑的纹领 我们相信依旧是四百年前的温度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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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